天气好热 但是呢今年夏天可能很多人不敢开冷气 因为电价贵嘛 夏季又要涨啊 电费又要涨啊 结果呢 好我们在这边省啊省啊 但是呢看看台电是不是对自己很大方呢 台电公司呢提报的102年度预算 竟然比今年呢增加了160亿啊 160亿当中呢5亿呢 台电说要用来奖励员工的 被立委痛批说台电说要改革到底在改什么 夏天这么热没开能机 怎么受得了啊 但是开关一开 老百姓核报又要大失血 光是今年夏天电费调涨三次 反观台电公司频频喊亏损 明年度预算竟然大增160亿 102年度在气电共生的部分 也增加了71亿 3074万 增加的幅度是30.27% 不是说要改革吗 不是说要重新编列预算吗 立委大骂台电改革喊假的 看看102年台电预算160亿当中 光是购电部分就多达154亿 人事成本跟福利奖金则多了5亿 拿普通上班族月薪3万来计算 5亿元工作1000个月都赚不到 台电强调编列预算都是有所本 绝对没有浪费 只是相较老百姓勒紧裤带 台电的奖金这么的丰厚 难免引发负面观感 中天新闻邵玉敏 郭新阳台北报道 栏目